哈喽大家好我是塞泰 相信很多宝宝之间都很好奇 在全长室右面那片黑黑的彩蛋房间里面 到底有什么呢 谢谢 一开始带宝宝们来探索一下这个未知的世界 首先要用到的就是电影院的投影仪 只要站在上面就可以把它打开啦 这时候大屏幕上就会出现不同的场景 而这些场景里面的建筑都是可以踩的哟 一共特别三种随机出现 而开启彩蛋房间的密码就藏在这里面 皮皮是不是有一种解密的感觉呢 不过它并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哇这就出来了 经过一态的多次测试这个密码哈 只会出现在这张图的左上角 而且并不是每次都有 让我们先来记一下 010101111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去传长室 打开密码门呢 传长室右面的仪器上出现了三排开关 而绿色开启状态呢代表的是1 红色关闭状态代表0 我们只要按照那三排密码从上到下调好 这些大门就会开起来 怎么样很简单的 让我们继续看看 哇这里面有好多好多道具 操氧拍 蓝花瓶 大手枪 还有一整套的药水 等等等等 而且每次开启 里面除了一整套药水之外 道具都会不同哟 而且这里还是船长的专属设计师 衣架上还挂着他的衣服和帽子 除了这些道具之外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非常适用的功能 我们只要按一下中间这两个 哇 所有老鼠的位置都会在地图上面显示出来 而我们玩老鼠的时候 用这些功能也可以知道猫的具体位置 重要这个财单房间是不是超级赞的 还有就是 无论下游轮的哪一张地图 都会有这个房间哟 而且房间只有这一个路口 在优特房间那 你都看到里面 确实进不来的哟 好好好 说吧 那你喜欢这个财单房间呢 考虑评论 找赞订阅吧 点头按订阅咱们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